你好你好 你竟然从youtube上认识我 其实我是教USC很多很多的 我朋友有给你教过 你有看到他吗 他播上去我才能看到 很有意思 他好像一分就够 哦是他是那个是帅哥 他所以所以我才知道知道你这样子 不错挺好 Let's go ok前面就是个stop side 然后你打左灯 走 动手 可以挥 我基本记录你手是怎么转的 一会儿我会纠正你 好再打走灯 他是四个stop side 或者他叫三个stop side 这边是三个stop side 然后直接走 你稍微往中间走一点 然后再去转就好了 走 动 ok 我没太慢 还行 走 ok 对 你前方有车你先停住 然后如果他是走了你就可以 我们就跟随他 如果他不走 你看他走了 好吧 好吧 好冲 对不不要动 够 好 经过他就好 走 又转 走 走 你转轮轮的这个打的很很多的吗 就如果考试的话叫过度打方向盘 走转 走 推 不要动 你看你手是交叉的 对吧 手不要交叉 对 你手在两个就是顺手的方向上拿着 有一些交叉 但是你你的速度是没有问题 你速度好缓慢 所以所以还感觉不到很拧吧 还是可以的 但会不会太慢 因为我在台湾 不会慢 如果你停车 你停车起步是不要 停车起步转弯是不需要快的 因为我是觉得 还可以 慢点比较安全 好 踩住 好 四个stop sign 直接就走了 你就发现 没有人在这个车位就走 拐弯 你就走吧 你一会走出大马路了 我们练拐弯的基本先是拐弯了 好 在这左转 左转 三二一 你这手扭多了 干嘛呀 非常多 手不不停的在扭 你这手 两把手就好了 打扭多了 打扭多了 停 扭多了 对 走 动 一 好 这手不要动 回来 就回来了 你手为什么套那么多 这手不停的在交叉手 对 可以左转 这里有一个车 好走 可以拉下来 推上去 合在这 对对对 你看这一样 好回来 是不是两个手不会 打架 对对 不要速 是不是 OK 一下子就好 坐坐 你眼睛去盯着那个左边 到了马上打 推 使劲 对不对 这个方式比较好 不要速 嗯 好像我爱一点 走 推 是个stop sign 是 我看你我看你转个弯我给你录一下手怎么转的来动一下走吧 右边左边 嗯 左边右边 左边打左边 往前动一点至少 走 还可以吧 你说录一下我就紧张赶紧赶紧做一下手续 对我基本上要 我总是想要录到你们自己 但一录的时候你们都好了 都很不错 停一下 然后继续 打左转一步 左转 对 至少往前走一下一下下动 就是这个就是有点飘 飘到 过来 回来 好 紧张啊 紧张啊 一 二 从这边走 我以为是左转 我先给自己都练一下 这个还好吗 这个速度 还行吧 十二速度可以 我刚没有回头 有个线 有个线 嗯 速度快 今天是第三节课 我录一下 今天第三节课 嗯 看一下他转手的姿势 哈哈 我们现在第三节课检验 左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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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这个方向盘是最重要的 嗯 还可以吧 稍微有点大了 但是 我认为方向盘的姿势 打轮是最重要的 第一课就要找我 你看如果看我的视频 你会觉得好多人不同的打法 你就知道他好不好 你那里面的链接啊 直接走 直接走 链接我 有一个车 我看了 看 打不开啊 哎呦 你这个都很了 啊 为什么打不开啊 不知道 我把那里链接输入 那个百度那里开起来都是别人的视频 然后他的方向盘都不一样的打法 打左灯 二次天车 嗯 一直溜一直溜 对 差不多了 出来了一点 那边看不到 走 推 你不要再看那边了 就直接走这个就好了 这方向盘打多了 但是你那时候很快的把它抓回来也可以 OK 在这个路口左转 嗯 就这样 现在 有车 对面有车 把它拐的 好走 走吧 你右转不是用右手吗 左转都转了再用右手 全都用左手 OK 现在是一个二次停车的路口 二次停车对不对 对 观察一下 再停一下 OK 二次二次停车的打法 比第一 比四个斯大夫塞 会打快一倍 快打 打 推 不用再看了 你看啥 你都动起来了 四次已经造成了 这是方向盘的转法 四个斯大夫塞很缓慢 那两个斯大夫塞会快一倍方向盘打 对 这是那个出口 出口是个居高临下的地方 这是第一停吗 呃 你稍说出去第二个停 好多车 看见了吗 有点看不见 就怕这个 你居高临下 你出去你不要看这边 对吧 啪就往那边走 走 手动 推 不要动 不要使劲 对就这样咣当咣当就出来了 看到吗 你把反向看好啊 这是第 又一个停 哪这都能看得见呢 慢点慢点慢点 把这再出来看一下 看 你绕开这个石碑 走 你老是拧多了 拧一下走一下再打 它有中间线还好一些 嗯 我给麻烦就是这个哈 他考官会什么 嗯 我跟你说 Left turn 他会说stay stay in the middle 如果他这样告诉你呢 你就得待在这 知道吧 多数他说不说话 我们就往里边那个 这三个线靠 这考验你 然后拐过去靠那边 他过去以后只变一个左道就完了 他他又他又两种方式 如果在这个道 他还是考验你变道 就变回就又变回来 嗯 嗯 你先走直了 你看他怎么走 就是多走一点 你看到第二个道在动手 你看你错了吧 看你错了吧 这是第一个道 那在这个道 是吧 啊 你 那你左梁说 你在路中间就变化了 知道吧 这边坐了 嗯 这基本上能看到 二次天车出去 我这去这也够了 你看能看到 你你刚才就说你出去 你不要再看这边 出去的时候不要看这边 走 走 那推进 出去 那直接就过 送右门 这不就滑过来了吗 然后再去中间 再过来拐一下 推 你不用看后边 你这个 乱套 你关心的是前方 那就好了 你看 你看你眼光不要看那边 你看 你看那边 你的问题是找不到路了 所以 这个大问题 被我拍到 对 靠这边靠这边 你看这儿找不到路 你这儿 它这个路边是不可以停车的 所以你 你要往中间白线上去靠 好 速度我看 速度40 你开32也可以了 是吧 但是有点慢 好你打左灯换左道 好 等了一会儿再看 好走 这时候你可以加油 满足到到40 碰起来一下速度 是吧 就差不多 我现在开始上车 上车距离 到了 如果你很高 你看你大概是还能看到这个线 起步太慢 起步快 你是不是在这个线 那DNV是不是在右边 所以你要准备好 有一个它向右的便道 好你打右灯 你看到了吗 这个车一直跟着你后边 但现在好了 走 过 这还好了 好right turn 对 对 这个 我帮你踩了 你知道它那边是个T字路口吗 你出去一下 但是你看对面又来了 小心一点 不能动 不能动 我就说的是这个 走 你再停动一下 这儿好走 它是个死路 但是通常怕怕有那个停车场里出来的车 真的吗 好吧 这些小错 冲冲冲2525 它这有一个麻烦 它在右转右右转 你要你要 所以它说 居民区的右转完 那个回头特别重要 你看到吗 它没有有stop sign 没有 所以你打右灯右转 你头还是要回看一眼的 对吗 你看怎么顺流怎么走 过 慢慢倒 靠着这 你不能跑到正面道上去 然后你这个回转可能有车就不用回头了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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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这个 白 线上 走了 往前走 人 这个人 差不多结束 左转 差不多 下车 这里 那不就这个吗 走 刚才我是在这右转的 对你这是左转 非常 等待 看到路是30 这个地方路边停车 好窄啊 刚好宽住了一个位置 还行吗 行吗 不用不用停 对 对 对 看他写啊 这个路是30 是 他就是居民区 但是中间有黄线会多一点 如果你不知道也可以 就 就蒙着啊 25走 这好多马啊 这样有马 这有路长 这边 小心这个 赶紧走 走 他抢你走 你得让 走 你这个打路不能快啊 小心 这边路还好一点 相间小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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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把过去了 转过去了 转过去了 就可以松油门 你看11 哎 加走 这算好的是吧 他他介于直接转弯 是10到15之间 他保持一点动力 是吧 10以下是什么 就二次停车10以下啊 就慢了 自动会缓慢停下来 他不能有那种感觉 知道吗 拐过来之后有限制 对 他这停车起步是10以内 直接转弯的 没有stop side的拐弯 他是15 15以内 他就说好满意 是吧